身把体坛三层皮一针见鞋看到底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周聊球 今天胖周跟各位球迷咱们一起来聊一下CBA 我们知道目前CBA常规赛已经打到了第二阶段 陌生了 那么打到2月6日 我们的CBA联赛的前39轮比赛将会正式的宣告结束 那么年后将会进行第三阶段的常规赛 那么第三阶段常规赛将是由第40轮到56轮这期间 那么最后的一个冲刺阶段 所以说其实在年前这段时间 我们能够发现在前39轮比赛结束之前 各支球队最后一个冲刺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 那么能够看出各支球队也都希望能够在年前 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为年后的比赛呢 鉴定了一个很好的信心 那么所以说在近期的比赛也是打得非常的激烈 各支球队的排名也是每轮都在发生着一个非常激烈的变化 那么唯一可能不太变化的呢 就是目前排名在联盟比较靠前的前四的球队 是吧 辽宁 广东 浙江 新疆 那么这四支球队我们毫无疑问 广东和辽宁这两支球队 依旧是本赛季联盟中最大的争冠热门 那么这两支球队 说实话本赛季如果说再度强强相遇的话 那么广东队已经失去了 上个赛季他们足够大的一个优势和资本 那么跟辽宁南达目前基本上两个球队在相遇的话 是处于五五开的 我们首先不可否认 在上个赛季总决赛广东跟辽宁相遇的时候 两支球队肯定辽宁队是占据明显的下方的 那么两支球队基本上处于四六开的这么一个局面 所以说最终的总决赛就是一个很好的答案 那么广东队也是顺利的拿到了一个冠军 那么在今年我们看到两支球队此消彼长之间 广东和辽宁两支球队基本上处于一个五五开的局面 那么这种五五开的局面之下 也就导致两支球队 谁能够最终拿到本赛季的一个冠军还真的不好说 那么广东队本赛季在意见连 伤情未卜 核实回避队 也没有一个明确时间的情况下 其实广东队他的一个未免支度上的压力确实不小 那么这支广东队将会如何应对这样的压力 将会在接下来的一些时间里 如何能够去打破这种平衡 如何能够让这样一个胜利的偏平 让自己这边倾斜 那么这将会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那么可以说在两个球队基本上各种客观因素 整体的阵容实力经验方面 是吧 处于五五开的局面之下 那么哪些客观因素在这个时候能够出来 是吧 能够起到一定的关键性的作用 包括天时啊 地利野人和这些方面 是吧 就能够左右到这样 两只球队在这一些抗衡之中 是吧 能够带来一些争冠上的加码行为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 其实在CV常位赛第二阶段结束之后 那么将会迎来一个短暂的一个休赛期 那么包括国家队比赛日等等等等 这一段时间可能休赛期的时间会比较长 那么究竟第三阶段的联赛 在什么时间开打 在什么地点开打 目前都没有定 对 大家可能听到这里也听到一句话 什么地点开打 因为在此前CV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这属于一个大的阶段 那么这两个阶段的比赛 完全定在了浙江诸记赛区打 那么打完了第二阶段之后 第三阶段在哪打 目前还没有定 也是传出来了很多的声音 说浙江诸记赛区将不会再承担 第三阶段以及几乎赛的比赛了 那么很有可能将会移世到东莞或者广州进行 那么不管是去广州也好 去东莞也好 那么去任何一个城市 其实这两个城市的话 那么都将会算是广东队的一个主场优势了 我个人认为移世到东莞赛区进行的话 是最大的一个比较妥善的一个解决方案 因为东莞赛区在上个赛季承拔过比赛 那么有过这样一个半赛的经验和接待能力 那么同时呢 在这里也算是一个 有着一个比较深厚的篮球文化底蕴在这里的 因为在这里举办比赛的话 也算是一个能够让我们的比赛联赛 得到一个充分保障的一个基石 因此呢 我个人认为来到这里比赛 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那么很有可能最终的CV联盟 中国篮协姚明也会做出最终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 如果说这个决定最终真的拍板的话 那么对于广东队他本赛季的一个未免之路 将会是带来一个极大的提升和加码的行为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广东男俩在未来与辽宁队的一个交手过程中 是吧 他将会占据到一个绝对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优势 那么无论是对于广东这方面的一个天气的 一个气候条件的一个适应 对吧 很显然辽宁到时候肯定是适应不了的 那么尤其是到了 什么打到半决赛总决赛阶段 打到了5月份 5月中旬 那个时候广东的体温已经非常的湿热 已经非常的热了 而届时辽宁队他们属于东北方面的球队 是吧 他们对这种气候的一个适应程度上 肯定是要远不及广东的 那么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会给广东队他们的一个争冠未免之路 带来一个吃心的加码 那么毫无疑问 本三季的圣列天平已经往杜丰这边倾斜了 那么究竟最终第三季段联赛将会在哪里开启 那么究竟冠军会花落谁家 我们也只能静候加音了 好了 我们本期的胖猪聊球 那先聊到这儿 喜欢网络的朋友点个注 网络啊 天天北宁聊段球